那我现在讲到这个 亲近神带来心灵的一致安慰 喜乐和肉身的安殊 圣经的确不同的地方都讲到 神的同在带来一致安慰的 以撒旭律一章一节 太前我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乐有代替悲哀 神是喜乐的神 马太福音25章说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神是喜乐的 神也是意志的 所以我们有忧伤 最重要是找神 有些人去找人 找人也有好处 找人是我们方法之一 你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可以对你说一些正面的话 找人是有帮助的 但有些人不应该找他们的 有些人你找他们 他们会骂这个伤害你的人 这样的话你们就去讲闲话的 就是他会骂这个人 他会用露气的方法 或者是他会 将你的说的话都传开了 所以我们需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很信任的 才可以分享我们内心的重大 这个也是方法之一 但最重要是来到神那里 因为神会医好 所以我刚才带你敬拜 问你们有没有经历神的平安 轻松 神真的会这样平安 轻松带来的 真的可以医好我们 真的可以将喜乐赐给我们 你越想到 我今天神就喜悦 我也喜乐 这样的话 你就越来越平安 喜乐 越投入 再打高小 不要想着其他的烦恼 所有烦恼都放下来 因为神能够处理所有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 人的伤害 善不得什么 人能把我怎么样 希望你们都放在记忆里 然后诗篇十六篇八节 我将越过上百在我面前 因为他叫我右边 我便不去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是神的同在 是这么美好的 我们就深深的相信 我们亲见神 我的心就会欢喜 我的灵就会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有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祷告会带来平安喜乐的 他们没有力量 为什么他们的祷告是这样的 神啊 你帮助我很苦啊 神啊 我需要钱啊 我需要老公老婆啊 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我需要成功啊 都是将他们的清单 他们要求的告诉神 他们的祷告是这样的 其实你看诗篇很多是 爱神 感激神 赎上神的美善 耶和我有恩典 有怜悯 有慈爱 祂是这么美好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神都是这么美好 这样 这样祷告更有力量 宣告神的美善 神的美好 以神为乐 神的平安喜乐就更能够来到我们身上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许稀想人的不好 不要紧 人能把我怎么样 没有人能够破坏神的计划 所以当你们越平安 越轻松越放下 重大你的心就越平安 约翰福音4章23节 讲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心灵 心灵包括灵与魂 魂是包括思想依据 感觉 在亲近神的时候 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好 我告诉你 我的思想完全认同神是最好 我的心真的很喜欢神 神是最美好 全世界没有神这么美好 你看神创造的万物这么美丽 神创造的食物这么美丽 神创造我们的身体这么奇妙 神的圣灵这么奇妙 神这么耐心 有爱心的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神怎样喜悦我们 为他做什么好事 天堂这么美好 所以我的思想 完全的认同神是最好 我看到人的好 但我知道人的美好 不及神的美好 我的思想 亲近神的时候都知道 神是最美好 一句我决定 世红神到永远 到我死的一分钟 如果我还有力量 我还会对人说 祝福你 耶稣祝福你 耶稣安慰你 就是我决定 到我死的一分钟 有人问我 你是不是 现在退休了 因为我的同学 很多都退休了 我说我永远不会退休了 我会侍奉神到最后一分钟 有感情 很多人没有想到 与神有感情 其实我们的魂 通常都是说 有思想 一句感情 因为这个是人 自然的里面的动作 里面的心灵里面的动作 有思想 意志 感情 还有我们的灵 这个感情是我们的一部分 很认识觉得这样的 他们觉得与神的关系 但是理性的 我读神学的地方 其实这个读神学的地方很好 因为他们有这个分辨 律法和福音 这个帮助我分辨 律法和福音 我现在将这个扩张为 律法和恩典 这个就是我 能够有这个平衡 我感谢神去这个神学院 但这个神学院不好的地方 这个众派 众派不好的地方 是他们只是这样与神的关系 只是用理性处理 有一次在堂上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说 这个奇异恩典 这个诗歌不好 我说 这个诗歌为什么不好 他说太感性了 太感性也是错 我就思想 太感性是不是错了 神对我们是不是有感情了 富人愿难忘记到吃哪里的婴孩 富人想到婴孩是有感情的 就是富人忘记 我也不会忘记你 我因你 患心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 欢呼 有没有感情啊 有感情 但很多人也以为这样 讲到时候是没有感情的 就以为 基督教师是接着教导 你们要相信 但圣经不断去讲到相信 圣经讲到很多去 喜乐 讲到神的喜悦 神的开心 神的拥抱 在以赛数几次讲到 神拥抱我们 这个就是 神这么充满感情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 也去充满感情 神啊 我喜乐你 我真的享受你 我想到神就喜乐 我告诉你 我真的喜乐神 我喜乐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真的很好 我没有看到另外一个 更好的太太 很多别人的太太 我看到都不如我的太太 她是这么有爱心 有耐心 有智慧 有对我的接纳 想到对我好的地方 真的 有些时候 我上了床 忘记一些东西 她马上跳下床 她听到我忘记一些东西 马上跳下床去拿 我说 让我拿了 你不用去拿 她就是这样的 她永远都很快很快 为我做什么事情 每一次我回去 她都很喜欢 她就等我回去 她非常好 但我告诉你 我喜乐我的太太 但我喜乐神更大更大 我是整天的喜乐神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耶稣 你真美好 我喜乐神 整天就喜乐 以神为乐 我的喜乐是从神来的 当然也有从我的太太来 也有从你们来 从我的世风来也有 但最重要是从神来的 这个就是秘诀 有喜乐的秘诀 圣经也说的 从以后来的喜乐 是我的力量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人的负面的话 停留在空气多长时间 一半秒钟也不够 但很多人就这样 这个放在皮带里 放在心中 这个负面的想法 他说 你真蠢了 你真没有用 你做虚常常做错 我就放在 我们就放在心上 他说我做的不好 他不喜欢我 他都有发露 我就撞在 我们就撞在心里面 思想 整个生命都思想 有些 有些人 几十年之后就说 我的老公以前对我 说这些话 就整天都思想这个 所以就很烦恼了 但有一话帮助我 避不去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了 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 谁能控告 神所减审的人呢 有谁称他们为义了 神已经称我为义 所以没有人能够控告我 我有做错 我求神设备 也请他要说 但请他要说之后 我们也补偿 我们对他有什么伤害 我可以补偿 但做了应该做 我就放手了 我不需要 不停地想到 我们的罪就被控诉 我告诉你 我也要想到 我以前犯的罪了 但我怎样处理 我就马上说 神已经赦免我 但我最重要的是 以后不要再犯这些罪 以后不要再做 这个最重要 最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被 如果人常常思想负面的东西 就被这些负面东西影响 但如果我们常常都欣赏神的恩典 我们整个生命都被神的恩典 我用孩子 形容了 你有没有看到 开心的孩子啊 有没有看到 不开心的孩子啊 你看这个孩子的开心 你知道他在家中是怎么样 被爱的孩子是开心的 是不是 我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都留意孩子的 有些孩子我也留意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我也留意他 我留意你啊 你知道吗 我看到有些孩子很开心的 我就觉得 这个孩子必定是有 爱他的父母 在他家中很自由的 但有些孩子是不开心的 我尤其在 车上看到一个孩子 对他的爸爸说 我要吃 冰淇淋 这个爸爸反应是怎么样 马上举起手 他马上不敢说话 这个手要打了 就是说 我要吃冰淇淋 马上要打了 在这个情况长大的时候 就没有爱 感情就封闭了 你有没有发觉 你小的时候容易开心 长大之后慢慢 这个开心越来越小 你离有些人 好像面部都完全没有笑容了 好了 好像不能笑的 没有什么反应的 没有什么开心的地方 从来不会说 我真开心什么 都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感情被封闭 这是另外一个伤害 你的感情有多自由呢 你的感情有多自由 有多少伤害封闭 这个需要被医治 被医治 你就能够自由 去到天堂 我们每个都会被医治 去到天堂 你每个都 都是很开心的 但现在 很苦闷了 虽然 侍奉神做神吩咐的 神使用的 还是很苦闷 这样侍奉好吗 你希望下半生 都是这样吗 都是很苦闷的 侍奉神 很辛苦 就是 为什么 很多人 的生命是没有这种 喜乐平安的 为什么 因为 他们是在律法中长大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 我就打你 你要做 你怪我才会 做什么 为你做什么 但后来慢慢 怪也没有用 还是不会成长的 好了 新耶稣应该是 很多恩典 但新耶稣不久 你要读圣经 你要祷告 这些没有错的 你要侍奉神 你要传道 你要帮助人 你帮助教会 长大 增长 没有错 重点是 律法推动 还是恩典推动 你要做 你要做 是律法推动 你没有做好 你就是 不是好的传道 这个是律法推动 恩典推动是什么 你会 给一杯 一杯 凉水 给一个小鸡 都不能不得傻吃 你亲近我 我就必定亲近你 我就必定 你藏在我里面 我就藏在里面 你就多这果子 你留意 耶稣很多的应许 圣经很多的应许 很多的鼓励 但很多人不用这些 只是藏着 你要做 你要做 所以你帮助人 的时候不要说 你要打告 你这样就说了 神有很多恩典 为你预备 这个是我讲的 这个神性情讲道法 不但是讲道 你叫主律师 叫孩子也是这样 神很爱你的 神有很多恩典 你呼求 阿爸父 他就很喜欢了 他就马上呼应 他就笑 很开心的笑了 他就祝福你了 你爱他 他就为你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就是用恩典 推动 所以 早些我对 这个传道人说 不但是 讲恩典的时候 讲恩典 讲 吩咐 神吩咐 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也讲恩典 我们祷告 神就很喜悦 神就会祝福你 神早有预备 有很多恩典 为你预备 我鼓励人读圣经 是这样说的 圣经有很多宝贵的应许 你抓住这些应许 就有很多的恩典 临到你身上 神已经为你预备了 你不用怕人 你不用惧怕人 你的生命是极度的宝贵 神要提升你的生命 要赐给你 各样的属灵的恩赐 各样的机会 各样的力量 都赐给你 所以你读圣经 你抓住这些应许 你的生命就含有保障 含有力量 你抓住神的应许 就永远不会摇动 永远站立得住 这样鼓励人 抓住神的应许 背诵神的应许 这样的话 你就有力量 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拯救一个灵魂 神很喜悦 因为神很想拯救他 你成就神的信义 你成就神的信义 神看着你就喜悦你 你成就神的喜悦 祂必定保护你 祂必定祝福你 尤其我来 正要来的时候 我有些不舒服 我就告诉老徐 老徐就很担心地祷告 然后神就对他说 我在 神在我身上 神在老徐身上 有奇妙的计划 你不用担心 他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因为他已经 我已经有预备 意思是什么 你跟从神 你活在神的恩典 你抓住神的恩典 被神的恩典推动 传去荣耀神 我们去 葬选神的荣耀 我们去葬选神的 美善的时候 神喜悦你 你就整天 都会平安喜乐 这样的话 你整天喜乐 你就慢慢被医治 好了 上面讲到怎样依据你的 你的情绪 如果你的情绪是被封闭的 多亲近神 也相信神能喜悦你 你就喜乐了 整天告诉自己 神喜悦我 亲近神 我就喜乐 这个不是骄傲 只是抓住 抓住神的应许 喜乐是良药 在祷告的时候 回到自己受伤害的情况 有些时候我们受伤害 相信神当时 也爱自己 其实耶稣是无所不在的 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 神已经看着我们 神也会感受我们的痛苦 所以你就问神 当时我受伤害 你在哪里 可能在祷告中 神会启示你 但你就是 可以抓住神的应许 祂必定与我存在 祂看着我的时候 会有什么意念呢 祂会不会说 你该受的 你被人惩罚是该受的 是不是这样 祂不会 祂会说 我为你伤心 我看到你被人伤害 我很伤心 我要依据你 你会被依据的 你会将来 你可以依据人的 我们也可以自己 对自己说 用圣经的话语 对自己小的手 对这个小孩子 是我们的自己 我知道你以前 被人骂了很多 你很不开心 但你很宝贵 你将来祝福很多人 所以你可以放下这个伤心 你可以活得开心的 你的童年可以很开心的 但当时你可能 没有很大的开心 但你现在可以释放出来 将这个以前的伤心释放出来 你再打告回到这个情况 你说耶稣啊 我需要你释放我当时的忧伤 我的伤痛 请你释放我 你会发觉 你回到这些受伤害的情况 你用神去释放你 用圣经的话语 对你说话 你可能会感受这种安慰的 这个是一种方法的意志 然后相信 不用怕人 或者是人的伤害 相信神会祝福 就对伤害放手了 他怎样对我不好 如果你有老公对你不好 你不放在心上 你有平安 有喜乐 然后你对他好 可能有一天 你的老公会改变 但如果他骂你 你要骂他 他永远不会改变 有很多时候 因为我会很多夫妻辅导 这些通常都是女性来求助比较多的 他就说 我的老公对我怎么不好 不好 我听到我说 我知道很辛苦 我知道这个很困难的 我想问你一下 当他骂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反应 他骂我 我也骂他了 那你骂他是怎么样 我骂他很大声的 很厉害的 那你觉得这个 万世会不会修补了 这个很难修补 那你可以怎样 有神的平安 你越放手 你越平安 他骂你 你说喝茶了 不用 没有问题 我会尽量做 你不要做的 他可能就没有兴趣骂你的 你就是为他按摩一下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你 我也希望你能够开心 我尽量去改 那我留意 他就慢慢都 不愿意再对吵架了 这样的话 我不放在心上 更进步了 然后珍惜善待我们 有人对你好 这是礼物 不一定有的 我的太太 我永远不要有一次 令她觉得伤心 因为我知道 她对我的爱很大 如果她令她伤心的话 这个伤心就进入 她的心灵的深处 我不要让我的太太 有一次很深的伤害 我永远想她 想到我都会觉得 我很爱她 很看重她 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的心意 我跟老师和你们 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有些时候 也处理老师一些 处理事情的方法 但我每一次 都是用平安的方法 每一次都让她觉得 她是宝贵 你是宝贵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有你 有你 这个教导就传开 感谢神 谢谢你 谢谢你 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更能够影响 周围的人 是不是 每个都享受生命 也开心 开心事奉神 我们珍惜每个人 能够轻松语言 沟通 可以带来意趣 也带来我们的意趣 也留意和 接纳自己的情绪 如何用言语 表达情绪 可以得意趣 有些时候 有人不能笑出来 但我们可以说 我见到你很开心 我想问你 你见到 有些人会不会开心呢 你可以说 我见到你很开心 或者是你有笑容 都是让你的感情 释放出来 你慢慢你的 你的感情更自由 我现在想带领你们 有一个祷告 释放你们的 忧伤 你们的痛苦 你闭上眼睛 你试试回到 你现在 祷告的时候 回到 这个受伤害的情况 你就告诉耶稣 耶稣啊 我当时很相信 你告诉耶稣 当时 我受伤害的时候 我很相信 耶稣你知道吗 你问耶稣 你知道吗 你看到吗 你看到我当时的痛苦吗 耶稣 求你来 耶稣来 求你来 安慰我 你早已看见我的眼泪 你早已看见我的痛苦 你早已看见 我被人伤害 求耶稣 求耶稣 爱我 求耶稣 现在你不用唱 你停留在 那个情况 让耶稣的爱 安慰你 主 耶稣 爱我 主 耶稣 爱我 主 你来 耶稣 爱我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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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想告诉我 你不需要长的祷告 你谢谢对耶稣 看着耶稣 耶稣来安慰我 耶稣来陪伴我 耶稣啊 你知道我的痛苦吗 我需要你 我需要耶稣 请你拥抱 我耶稣 阿威我 我耶稣 谁放我 可求 神明 有花 我心 感觉 神明 已尽我 感觉 神明 阿威我 感觉 神明 感觉 神明 拥抱 我 耶稣 阿 神明 你依据我 你依据我 安慰我 让我知道我是宝贵的 你所看重的 你在我前后 完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你永远 千辈的福 是我 你依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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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祝你 这个小孩子的 你 你的小孩子 我一直是你自己当你小孩子的时候 你把伤痛带到耶稣家里 你 你的不开心 带到耶稣家里 让耶稣去安慰你 拥抱你 依据你 让耶稣去拥抱你 你对耶稣说 耶稣爸爸 拥抱我 耶稣安慰我 你可以现在代表 耶稣为你旁边的人 拥抱一下好不好 你现在代表耶稣 你说耶稣 我代表耶稣拥抱你 我代表耶稣拥抱你 安慰你 安慰你 耶稣拥抱你 依据我 我们继续祷告 让耶稣依据你 我代表耶稣 让耶稣淮你 保护我 感受圣灵 拥抱我 感受圣灵 圣灵释放我 耶稣啊 求祢释放我的灵 求祢依助我 让我知道我是被爱的 每个基督徒都是被爱的 但很多基督徒不知道 他们活在律法之下 他们就活得很苦 耶稣求祢帮助我 将我从我的忧伤中拯救出来 拥抱我 依据我 安慰我 与我同在 有耶稣正好 我有决息乐 祝耶稣赐给我 我有决息乐 祝耶稣赐给我 我有决息乐 主耶稣赐给我 被世间所赐 被世间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我有决安慰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决安慰 主耶稣赐给我 我用决安慰 主耶稣赐给我 被世间所赐 被世间所能夺去 耶稣祝祢释放我们的灵 安慰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我是被爱的 让我们每一天都被祢一句释放 让我们脱离所有的忧伤 感谢天父 哈雷路亚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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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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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哈 耶稣是爱笑 爱上我 我 爱笑 在他身上坐 耶稣是爱笑 我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的安慰 祷告奉主耶稣 这个生命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